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名词叫做无声辞职 quieting 在外国尤其是在大职朝之后 就出现了这个词 quieting就是说中国有个类似的术语叫做躺平 就是说工作的人他只是会按照工作 去到下班之后就会准时下班 下班之后就不会加班加点也不会理公司的东西 只是做些最简单的东西 现在香港经常说抢人才 我经常对这个词有点问号 因为人才就不是靠抢 就像老婆那样老婆不是靠抢 是靠吸引力吸引他 你只要提好好的条件 你本身是优越的时候 自然就会吸引人 要去知道年轻人想什么 其实做一些调查 在联合国17个SDG里面 究竟年轻人 关心的是哪三个SDG是最关心的呢 其实就有三个 第一就是叫做 SDG3 良好健康与福祉 SDG4 优质教育 和SDG11 可持续发展与社区 记住我们现在的管理层 大部分是Generation X 和Generation Y 他们在一些要求生存的环境里成长 和今时今日的Z世代 或者Generation Alpha 他们想的事情会是不同的 现在由于他们的物质是很丰富 他们关心的是work life balance 和一些理念 这些理念如果企业和他不是一样的时候 很难叫他们做事 那个理念就是 企业赚不赚钱 对于他们来说 未必是一个最重要的选项 反过来 理念和他们一样 他们可能会卖命工作 就是等于 我们经常说的电视台 那些艺员 或者是职员 編导 摄影师 因为他们对工作的热成 哪怕工资不是那么高 他们都很向往去做 在大辞职潮 或者最近这几年的COVID 大家都习惯了work from home 和一个星期回不足五天 可能回两三天已经可以 还有是云端工作的分配 令到他们希望可以多些时间 去自己做自己的事 所以今时今日 坐在冷气房 Generation X和Y的人 就要代入去他们那里 去想整个以后 工作的理念是如何 模式是如何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更健康 享受到整个发展的福祉 还有怎样可以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城市 今天想说的 躺平或者叫做quiet quitting 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谢谢大家